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終於來到這條十週年Give away 終於都買齊 儲齊了 今次要一次過送給大家的東西 希望大家會合心意 另外都非常感激上一條十週年片 大家踴躍的留言 雖然我沒有全部都回覆 但我全部都有看的 真心非常感激大家這麼多年來的支持 今次Give away的參加方法和玩法 我就會放到片尾講的 現在我們一起看看有什麼禮物 其實有一部分我在IG預告了 還有上一條影片也有預告的 就是這個小CK的袋 我已經選了白色用了 拿回那個進來 登登 用著白色這個 其實我本身去小CK的時候 是想買我超喜歡的腰包 但誰知它又沒有貨 只剩下古怪的灰色和古怪的綠色 還是黃色呢 然後看到這個款 好像它更加適合大眾 又白搭一點 又代到多一點東西 它有一點容易髒 我還沒拿到外面放在家 它已經髒了 但這個白色襯這個金色 真的很漂亮 正如剛剛所說的這個袋非常好襯 然後它放的東西 我拿了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日常平時我要放的東西 全部都放進去 如果你不是要放電腦 文件那些很多東西 其實一般上班都夠用的 還有一個好處 我買的時候沒有留意的 就是它有很多暗格 這裡有一格 這裡又有一格 這裡有一個拉鍊架 然後用了一段時間後 我發現這裡也有一個帶背後 非常乾淨 無格的 唯一它有少許尷尬的就是它的帶子 它跟袋子本身的質地不同 是這種尼龍織布質地 無緣無故變了介紹袋 這個白色就是我的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鍾情白色 就可以去小CK買它們 600到700元以下 而今次機發給就會送這兩個顏色 它們都是非常好襯 因為要送出來我就不拆出來 我目測它這條帶子就跟回我的袋子 是啡色的 它們就是第一份獎品 不用擔心之後 看完整條影片之後忘記了 我會將參加方法和玩法都放在Infobox 大家可以安心看完這條影片 在參加之前再網清一次Infobox的內容 順便教導一下大家 其實Infobox是可以看到很多資料的 第二 咦 我說錯了 其實這一份才是我自己預設的大獎 不過不要緊 剛才的一 這個二就是來自APM的首飾 這個可以拆出來給大家看 咦咦 到底我買了哪一款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紹過我很喜歡的 我頸上這條扣針頸鏈的手鏈板 我買了金色的 其實我本來想買銀色的 但它就沒有貨 銀色鏈鏈也是沒有貨 銀色手鏈也是沒有貨 要等成兩個星期 等不及了 我要快點拍這條影片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金色 一個玫瑰金 其實這個金色也很漂亮 不用怕尺寸的問題 它是粗的款式 到時就會成色送給大家 其實這幾樣東西都是我之前拍過的影片 說我很喜歡的 想不到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來自CASIO的手錶 我一共買了三隻 這份男生也可以抽 因為我特意選了這個男生款的金色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選銀色會比較好呢 最經典的款式 另外這兩款可能也偏向女生一點 我選這三隻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款式 我家裡也有類似的 但不是一模一樣 因為CASIO的手錶 未必能夠那麼容易買到的一模一樣 例如是中間這隻銀色 我是有這隻的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 我非常喜歡 但它的頻密度也挺高的 因為很容易搭配 但你看到那個手錶帶 和手錶肉都不同 但我覺得這隻出來的效果會再女生一點 這隻也是其中一隻CASIO裡面 我很喜歡的手錶 這隻是一模一樣的 這隻我認為男讀者也可以抽 所以大家可以叫 其實你可以用你男朋友的帳戶 沒問題的 但記得訂閱吧 這款有三隻 所以是有三個幸運兒 以上就是我這次買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感激各大品牌的支持 贊助今次的這條Giveaway 品牌贊助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這個 利子SUDIO的耳機 一共有三個 這個分衣草紙 就是他們今年出的新式 但因為我本身是沒有用過這款 而這三個我又要送給大家 所以我就不能拆出來給大家看 可以看看後面 它跟iPhone本身那個好像差不多一樣 我自己的耳機 這麼多年都是用SUDIO的 無論是音質、藍牙接收的穩定性 以及戴上耳朵的舒服度 都是非常之好 如果有時睡覺睡不著 又不想吵著老公的話 我就會用iPhone的耳機 但那個就真的不太適合我的耳型 但戴下它就有點像硬著了 而且很容易跌 但是SUDIO我戴過它這麼多款 基本上是完全是捉實的 電量都非常之好 我手上這個只要你充滿電 就可以連續用20個小時 這個就是4號佳麗耳機組 它應該是我這兩年最愛的髮型用品品牌 就是來自澳賓 有看我的影片應該知道 我介紹過3、4、5、6次了 我的IG也有介紹過 所以我應該是推介過不下10次的 今次這個給我送出的 就有這樣 是一組來的 Dry Shampoo Test Tracing Spray 還有一支髮尾油 這兩款它是送回4 size 一共有300ml 這支髮尾油 就送了一個小支少許 都夠用很久的50ml 我想說這支髮尾油 真的超棒超香 我除了晚上洗完頭 會在髮尾用它之外 有時候日頭好像這樣 我想有一點點亮 和有些層次感 我都會用它 因為它不是那些很黏很油 一塗了就會變成一條條的 它反而是那種很自然 好像日本那些很輕的那些 有一點水潤感的髮尾效果 其實這兩支噴完之後 效果好像差不多 但其實它們幫我們解決的事情是不同的 如果你本身不是天天洗頭 又或者是夏天 你頭真的很容易黏的朋友 就要用Dry Shampoo 它可以幫你令頭沒有那麼黏之外 它也可以令頭沒有那麼貼 沒有那麼貼 而且會多了少少糧糧的感覺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是因為頭油 是因為頭髮真的沒有力 又幼 想我髮型可以蓬一點 多一點質感 不要踏在頭上 就可以用這支Test Tracing Spray 所以它們針對的東西其實是不同的 而我呢 我兩支都有用 一組就會一次過送三支給大家 一共有三個名額 第六組我叫它做妝前三寶組 因為三件事都是我們化妝前 可以幫我們令妝更加貼 又或者是保護我們的妝 Love Expert的保濕精華 這個也是之前介紹過的 它可以幫到皮膚的水分即時提高 自然而妝更加貼 亦沒有起擦膠碎 而且它是孕婦也可以用的 不過留意一下 它不是專門化妝前用 晚間護理的時候都可以用的 就是一支精華 然後中間這支 我想大家都見過它很多年 因為它是一支超過十年被推介的產品 這支我平時出去幫人化妝 都會代定一支 因為不同的膚質都可以用得到 妝前用它是真的保濕一點 貼妝一點 日本樂天第一位的防曬 是我連續用了四年的防曬 真的超棒超喜歡 不過可能大家沒見過這個盒 我拿回平時給大家看的樣子 就是這一支防曬 它的質地又是非常之好 防曬來說它真的很像霜霜 很舒服很輕盈 夏天用都不會有局促的感覺 它有SPF50加和PA4加 我之前去布吉懷 因為這些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用它都沒有曬黑度 當然如果你要幾個小時曬曬 記得保 其實平時用它都很舒服 除了可以防曬之外 免受環境污染 紫外線 皮膚老化等問題 所以記得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都記得塗防曬 這三支就是一組 一共也有三個名額 Ero Beauty的面膜 這份也有三個名額 Ero Beauty的面膜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的 而他們今次送出的 就是他們的O2鑄養提亮面膜 一包裡面有六塊 就是這樣一塊 敷了上面之後 你就會立即看到 開始有少許泡泡滲出來 那些就是二氧化碳 我自己做鑄養這個動作 提亮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無論是去美容院做的鑄養 又或者敷了它這副面膜 用完它之後 樣子是立即沒有那麼疲 皮膚沒有那麼暗 透亮了 來自Make Up For Ever他們送出的 限量碎粉掃 紅色的 1、2、4號碎粉掃 這個波球 這樣的 毛質是超級非常之軟滑 真的很想feel一下 但不可以 Make Up For Ever他們的掃 我自己也有很多支 洗了好幾次 都是非常滑 我是沒有下護髮素 它也保持得很滑 這個數數也是有三支 有三個名額 來到最後一份 多謝O-Lens 他們送出一共二十個名額的Coin 每個名額一共有兩對 Random款 大家不用擔心度數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度數都不同 中了獎的你 我會逐個去問你們的度數 然後再安排 每一條片 我戴的Coin 都是來自他們Pink Icon 或者是O-Lens 我現在眼上戴的這副 都是來自他們O-Lens的Cherry Moon 它那個油色的部分 不是正正在中間 好像月亮一樣 顏色的部分 所以大家戴的時 要輕輕調整一下 儘量兩隻眼睛對 好了 今次十周年 Give Up Away的禮物 就是這麼多 我自己覺得也挺吸引 挺豐富 對嗎 今次參加 Give Up 這個方法也是非常簡單 只有一點複雜 就會分成A組和B組 所有訂閱我這個頻道的讀者 就有資格參加A組 而B組的朋友 就是訂閱我這個頻道 超過三年的朋友 恭喜你 你除了可以在B組 少點競爭的情況下抽獎之外 你同時的名額也存在在A組 即是你會有兩個名額抽獎 怎樣去鑑定你到底訂閱了多少年呢 你是不需要做什麼的 因為我這個版主 是可以在你的留言上面 有一個icon 就可以看到你訂閱了多少年了 但是留意一下 如果你本身是教了 隱藏訂閱欄的朋友 我是看不到你訂閱了多久的 那你就可以跟回下面這個路徑 再開它 不過有些麻煩的地方 就是不是馬上開 即刻留言 它就馬上顯示出來 我剛剛自己實測過 要四個小時才顯示出來 所以建議大家 再開之後去走大運 穩陣一點 六個小時回來 再留言 你只需要CopyInfobox的表格 填一點你的資料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訂閱了多少年 你也可以另外加一句文 但注意表格裡面 最後一項就是 我不需要 因為這次的Giveaway 真的有很多不同種類不同類型的東西 我相信不會真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完全對的 可能有些你真的用不著 例如是你根本不會戴Coin的 又或者是你真的買了這個袋 你就不需要這個袋 你就可以在下面寫 我不需要小CK袋 如果你真的看了我的影片 很多年 但你又一直都沒有訂閱 又或者是最近 unsubscribe的朋友 真的不好意思 今次這個Giveaway 我真的認帳戶 不認人的 看了很多年 但真的沒有subscribe的 你不要生氣 現在開始subscribe 可能我過兩年又來過 不過其實A組的禮物 都是豐富一些 剛剛所有我買的 就是APM 小CK 還有錶 都是全部放在A組裡抽的 品牌送出的禮物 全部都是三份三份這樣送 我就會抽兩份放在A組 一份放在B組 最後 Olan's的Coin 因為有20個名額 我就會放15個在A組 5個在B組 到時候抽獎 我也會在IG開live 跟大家一起抽 所以絕對公平 公開公正 什麼時候抽好呢 給大家兩個星期時間 進來看我的影片好不好 不如就19號好不好 但18號我老公生日 我還沒想到跟他去哪 哪一天抽獎 我都是寫Info Box 記得多看一次Info Box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祝大家Lucky 雖然獎品就是這麼多份 除了抽獎之外 有什麼想說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下面留言 如果我們放電郵 它會將它隱藏 我會變成要逐個 一個一個這樣按 所以今次這個Giveaway 我就想大家留回IG的Login 大家看清楚 有哪些你不要 就可以寫上去 記得寫你不要的東西 不要寫你要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全部東西 都有興趣都對的 那你就可以寫 沒有東西不要 每一份禮物 送出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之後會個別再聯絡